腿是寒气的大本营,先通阳散寒,再滋补肝肾,让你越活越年轻 中老年人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腰腿疼,这都是因为常年累月的寒气损伤 所以年龄越大,这个问题往往就越严重 我以前讲过,腿脚是人体的根基,它占了人差不多一半的体积 有多条经脉巡形,所以说腿脚不好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还会早早的进入衰老,那么想要养好腿脚,要分为两步走 第一步是通阳散寒,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,温阳是散寒最好的方法 为什么呢?阳气的主要功效是什么?就是给人体供暖 天气太冷了,太阳一出来,是不是马上就暖和起来了 而平时呢,人体的阳气是往上走的,下半身就容易阳气不足 想要去寒,最好最快也是最直接的一个办法,就是先把阳气通过来 那阳气散了以后,想要腿脚强健,还要注意滋补肝肾 这又是为什么呢?首先我们腰这个位置是人体的一个中流砥柱 不管是坐,不管是坐还是站,劳动运动都要用到它 中英认为这个地方是肾的居所,受到肾气的滋养 肾气足的人就不容易腰疼腰酸,相反呢 肾气不足的人就容易腰酸腿疼,使不上劲 那么肝呢,是主筋的,我们腿的活动屈伸,是不是都靠筋的钱了? 肝不足,筋脉是痒了,就容易出现腿脚的屈伸不利 总感觉跟伸不开一样,活动不灵便,动不动还容易抽筋疼痛 所以说养肝呢,也非常重要 那么你说具体怎么去调理呢?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方子 就是独活寄生汤,其中啊,独活,寄心,防风,秦胶和贵心啊 负责温阳散寒,早清下半身经络里的风寒湿 三季生肚中和牛腿呢,补衣肾阳,活血通经,当归川雄,白勺和帝黄啊,养血肚干 再加上人参、茯苓和肝草,健脾益气,一方既能够通阳散寒,又能够补衣肝肾 但是要提醒大家,在应用的时候啊,还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加减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,一定要在专业医生辩证后再来用药